让我们以 第十九 佛告常经济菩萨 受此法华大功德 读诵解说 洛书写 庄严六根 令清净 八百功德 书胜也 众生因缘 西皆见 千乐功德 清净饿 凡夫佛生 西文之 成就八百 彼功德 种种诸相 西分别 得千二百 则功德 饮食皆美 出妙音 八百功德 清净身 众生喜见 如流离 清净一根 千二百 诸所说法 如实相 那我们用 恭敬虔诚的心 将刚刚的文 再恭送一遍 佛告常经济菩萨 受此法华 大功德 读诵解说 洛书写 庄严六根 令清净 八百功德 书胜也 众生因缘 西皆见 千二千二 凡夫佛生 西文之 成就八百 彼功德 种种诸相 西分别 得千二百 舌功德 饮食皆美 出妙音 八百功德 清净身 众生喜见 如流离 清净一根 千二百 诸所说法 如实相 学佛要以 很开阔的心胸 无限的心量 来学法 立行菩萨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